大家好,我是Solo官,一位口气新鲜的优秀播主 随着冬季奥运会和全运会的结束 大众的视线慢慢从跳水比赛转移到了运动员和比赛机制等问题上 作为一位自身分享跳水节目的Solo官 也到了科普一些跳水冷知识的时候了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想必大家在看跳水比赛时也会有些不明所以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让Solo官给各位看官老爷们科普一下 跳水比赛中的十大冷知识吧 老规矩,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Solo官更新更积极 我们常常会看到 当选手结束一跳后 便会立即从泳池边上的浮梯爬上来 快速跑到淋浴喷头下冲洗或是浸泡在水中 有网友不禁疑问 明明已经是一身水 为什么还要再次打湿自己呢 根据国际泳帘的规定 像东京水上比赛场馆这样的室内跳水池 水温必须保持在至少26摄氏度 而比赛场馆的室温一般在22摄氏度左右 运动员出水后会感觉到凉意 因此冲凉可以保持肌肉温暖 有利于接下去的比赛 跳水是一项动作要求精确且复杂的运动项目 如果选手感觉到有点冷或紧张 就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表现 小小的举动是科学运动所在 而并非是矫情哦 跳水比赛中 常常会出现一幕颇为拉风的经典画面 在每一轮比赛前 运动员们都会站在跳台上 用毛巾擦干身体 在将之中下动作潇洒干脆利落 运动员的毛巾也成了赛场上的一大另类焦点 而这块毛巾也确实有它的不同寻常之处 跳水运动员的毛巾常常是以特殊材质制成的 便于携带且吸水性极强 能让选手快速擦干并保持温暖 除此之外 当选手在空中做暴息动作时 如果手上腿上有水可能会打滑 导致动作得分偏低 甚至可能造成运动员受伤 而运动员所用的这块毛巾则起到重要的作用 跳水评分只看压水花吗 很多人看跳水比赛就是看谁扎蟒子扎得直 见起的水花销 但是跳水项目的评分可不止这么简单 裁判员一般会根据运动员的助跑 起跳空中动作 入水动作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 助跑平稳有力 起跳角度适中 普通动作连贯优美 水花小 入水无波澜 在这些考核要素中 压水花是跳水动作好坏的关键因素 运动员入水水花当然越小越好 跳水比赛满分为10分 可用0.5分给分 分值为失败0分 不好0.5至2分 普通2.5至4.5分 较好5至6分 很好6.5至8分 最好8至10分 5名裁判打出分数以后 先删去最高和最低的无效分 余下3名裁判的分数之和 乘以运动员所调动作的难度系数 便得出该动作的10得分 7名裁判的评分 方法与5名裁判评分方法相同 但7人裁判员算出的得分 最后还应除以5 再乘以3 比赛结束后 把所调动作的10得分相加 便是该运动员的总分 总分最高者为优胜 我们在看跳水比赛时 看到运动员一头砸进入水后 都要从水里游几下再浮上水面 那么跳水的水池有多深呢 在高台上往下跳 运动员在重力的作用下 往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只有足够的水深 才能保障运动员的安全 跳板区水深至少3米以上 跳台区至少要5米 而中国的水里方泳之深度 则达到了13米 水深也能更好地把水温 控制在28摄氏度 帮助运动员在职业比赛中 减少水温的干扰 1992年8月 弗明侠在巴塞罗那 第25季奥运会上 获得女子跳台冠军 而那一年 他才13岁 弗明侠的这一记录 也让其成为奥运史上 最年轻的冠军 但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 当时年近30的美国名将 克拉克 曾向国境有连抗议 你们怎么能让一个儿童 与我们比赛 这不是对我们的面世 就是对儿童身心的摧残 所以弗明侠是让奥租委 改了规矩的一个人 后来改成了14岁 才可以参加 13岁的奥运会冠军 成为了前无古人 毫无来者 跳水的压水花 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我们觉得双手合十 乘锥形入水 水的受力点小 水花就会小 其实大错特错 锥形入水产生了压力 只会让水加速 从阻力最小的锥体两边 向上喷出 水花更大 所以运动员一般 会用手掌来压水花 简单来说 被压下去的水 在做横向运动的同时 又受到四周水压力 因此不会向上冲突 运动员竟然睁着眼入水 跳水运动员的 入水水花效果 是直接影响到 最终成绩的 为了达到满意的 入水效果 运动员在入水时 不能闭眼 而是要睁着眼 睁着眼入水 普通人根本做不到 听起来就有些恐怖 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为如果跳水运动员 闭着眼入水 就无法观察入水角度 控制肢体动作 等于是盲跳 睁眼入水 能更好地判断入水角度 但对眼睛的伤害是很大的 跳水纽黄郭晶晶的失望膜 就曾多次出现脱落 一只眼睛几乎失明 这就是多年跳水 睁眼入水的结果 跳水是一项带有 危险性的运动 中国跳水梦之队 能够三十多年长生不衰 运动员们背后的付出 可想而至 跳水和游泳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体育项目 但是毕竟都需要与水 亲密接触 可能很少有人会注意到 游泳运动员的 泳帽和泳镜等装备 跳水运动员是没有的 那么 跳水运动员 为什么不带泳帽和泳镜呢 跳水运动员 不带泳帽和泳镜 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 不是必须贫 而且还是累赘 跳水运动员从起跳到入睡 只有不到两秒 算上从跳水池中游上岸 加起来也就十几秒 这么短的时间 运动员根本用不着带泳帽和泳镜 而且带泳帽和泳镜 还会影响入水效果 加上入水时巨大的冲击力 很可能把泳帽拍落 把泳镜拍碎 划上运动员的眼睛和面部 跳水女皇郭晶晶曾在采访中说 跳水运动员的体重有严格的控制 教练的眼睛就是火眼晶晶 长多一两肉都会被发现 为了控制体重 很多跳水运动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中国选手都是在发育前 就已经把动作练好了 之后要面临很严酷的生长发育 这个时期 随着身高的增长 体重也随之增长 导致动作完成情况大打折扣 所以运动员的体重多了 或者少了0.1千克 都会被教练要求调整 上一个跳水记录保持者是陈若林 十米跳台442分保持了13点之久 而全红禅的466.2分 估计很难有人再破了 毕竟三跳都是满分的 这个年仅14岁的女孩 实在是命运的宠儿 因为疫情的原因 原本2020年举行的奥运会 推迟了一年 刚好全红禅就够年龄参加奥运会 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就震惊世界 凭借三个满分破了世界纪录 如果奥运会没有延迟的话 只有13岁的雪红禅就不能参加了 也许她要等到2024年的奥运会 才会在世界舞台上发光 所以说全红禅是真正的命运的宠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